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舰长柯克和医生McCoy偷走了尼米鲁星人的圣物 吸引他们追击 从而远离了火山口 同时Spock通过缆绳进入火山底部 打算用冷却装置冻结火山岩浆 Spock的缆绳意外断裂 被困在了火山中心 为了营救Spock 舰长柯克违反了不得干预星球文明发展的最高守则 让进取号完全暴露在星球居民面前 在火山顶端将Spock传送回进取号 被救的Spock非但不感谢柯克 反而指责他违反了星际联盟的规定 回到地球的柯克被召回到旧金山的星际联盟总部 Spock在报告中如实上报了柯克的违规行为 星际联盟因此撤销了柯克的舰长职务 场景窃到伦敦 一名星际舰队的工作人员的孩子患有重病 为了挽救女儿 他与恐怖分子叛逃的特工约翰·哈里森达成了交易 这里的恐怖分子的扮演者是康伯巴奇 因其出演英聚神探夏洛克 又以其卷发被粉丝称为卷服 卷服提供自己的血液治疗小女孩 作为交换 这名父亲来到工作的凯尔文纪念大案馆地下 制造了恐怖爆炸袭击案 爆炸发生后 星际联盟的高级将领都被召集到总部开会 这实际上是卷服的阴谋 爆炸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星际联盟高层拒绝到总部 然后驾成舰艇发动攻击 将其一网打尽 在惨烈的战斗后 老舰长派克不幸丧生 Scott通过传送装置追踪到卷服 逃到了柯林工人母亲上的无人区 柯克申请前往吉凶 星际舰队的马库斯司令 批准柯克恢复进取号舰长职务 同时登舰的还有一名科学官 和一批新型的光子鱼雷 Scott强烈反对 不明来源鱼雷的装载 争执不下后愤然辞职 进取号在柯林工的边界地区 由于取速和过热停止的工作 为了避免挑起战争 柯克 Spock和五呼兰 伴坐商人乘坐一艘商用飞船 前往无人区 却被柯林工的巡逻机发现 卷服居然帮助柯克一行人 击退了柯林工人 并展现了惊人的战斗力 在确认了进取号 携带了72枚鱼雷后 向柯克投降了 卷服向柯克透露了一组坐标 柯克让位跟随星际的Scott 前往坐标点一探究竟 这组坐标是星际舰队 位于木星附近的秘密机库 Scott和小跟班 潜入了机库中的战舰中 卷服还让柯克打开鱼雷查看 这些鱼雷是马库斯司令 运到进取号上的 新来的科学官则是马库斯的女儿 出于怀疑跟上了进取号 鱼雷被打开后 里面是已经休眠了近300年的士兵 而且是72个鱼雷中各有一位 事实的真相 是卷服作为基因改造的超级战士 真名叫克罕 在地球战争结束后被兵斗休眠 马库斯将他唤醒 研制新型武器舰艇 挑起与克林工人的战争 让自己功成名就 克罕一系列的行动目的 是保护自己的同伴 免遭马库斯司令的毒手 这使马库斯驱使秘密机库中的 超级战舰复仇号来到进取号的位置 命令科克交出克罕 科克并没有听从马库斯的指令 而是设定取速返回地球 超级战舰在取速中追上了进取号 并且发动了攻击 在即将毁灭进取号时 Scott弄坏了超级战舰的武器系统 而使其无法开火 科克联合克罕进入超级战舰内部 虽然飞行几百米 进入一个不到四平米的小门 犹如从高速行驶在桥上的汽车中 跳入桥下的红酒杯 科克和克罕在Scott的协助下 惊险地完成了登舰 克罕杀死了马库斯司令 挟持了科克要求Spock交出他的同伴 老年的Spock从新瓦肯星传来信息 根据自己经历的时间线 克罕在未来是一位残酷阴险的暴君 打算消灭所有他们认为低等的种族 因此早有防备的Spock交出了光子鱼雷的同时 但是取出了克罕的同伴 并在鱼雷被传送至超级战舰后引爆了他们 进取号由于受创严重即将崩溃 传送回进取号的科克进入高度辐射的取速核实 手动修复了动力 但不幸的是 科克被辐射侵害失去了生命体征 愤怒的克罕将损坏的超级战舰降落到星际总部 失去知己的Spock追接的克罕 终于在五呼来的帮助下抓捕了他 McCoy医生受到注射克罕血液死而复生的毛球启发 将克罕的血液注入科克体内 将其救活恢复清醒 一年后 科克于此次事件的纪念款前发表演说 点醒了所有人关于复仇的两面性 整修一心的进取号载着舰员们再次启航 将开展为期五年的探索活动 暗黑无将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震撼的特效 显像环升的剧情和紧凑的节奏 带给了观众上加了观影体验 而克罕这位老板《星际迷航》中反派角色的出现 与之前的故事线衔接的更为紧密 更出色的是 《星际迷航》的故事总是告诉人们 无论宇宙多么大 物种多么复杂 没有爱 勇气和正义 是更古不变的真理 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想要了解更多的影视内容 请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张完长 我们下期见吧